混音acer 皇上 词曲 李宗盛 我的老家 就住在这个腿 我是这个腿里土生土壤的人啊 别看豚子不炸大呀 有山有水有树林 林里香西听河沐 老山也没有更合曲 豚子里面发生过许多许多的事 回想起那是特别的干 朋友们若是有兴趣啊 我令你认识认识啊 爱认识认识我们本里的人啊 今天我说两件事啊 这第一件事 我希望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多小双书记回来 这第二件事呢 以后咱们支持多小双书记工作不 怎么支持都表个态 别言行不疑 好 那个齐哥你先说 好 那我就说几句 说实话啊 从小双书记到咱们村任命以后 我王老七呀就举双手战场支持他动作 我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听说小双书记最近还要找咱家小萌帮忙 你就放心尽管去找他 有需要我做的你也别客气 你就尽管吩咐 我一定尽力而为 谢谢七叔 别客气 那个小双书记啊 四叔呢也不会说啥 但你记得我肯定能随行大六 明白 谢谢赵叔 写上书记啊 我也说两句 我呢作为筹备委员会的一位 属于林长阶层的 我更是责无庞贷支持小双书记的工作 那个小双书记啊 确确实实是为了咱们村 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 能发家致富 所以说有些人 你就不能再干的不是人的事了 是吧 又是处这个处那个干 他整一些没用的 对 就是要注意了 以后不可能再发生这样事了 不是 那个小双书记啊 那我说两句 大伙都在这儿 我当大伙面 给小双书记赔个礼道个歉 这个事呢 叔呢做的确实不对 我这人呢 耳根的比较远 谁说啥呢我都信 是吧 那个 通过这件事呢 我也受到了很大的教训 我知道你是个好书记 领咱们全村老百姓发财致富 从今天开始 叔呢百分之一百 不是百分之二百 我支持你工作 叔呢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就是 我那住屋商账费 那个条你得给我签咯 我还等这笔钱用 宋叔 这个字呢我已经签了 你赶紧拿去镇里领钱吧 太好了 谢谢 谢谢啊 管坤 你说两句吧 我郑重的你也向小双书记道个歉 叔呢这个事 就是说 反正挺不对的 不过我希望你 从今天开始 不管以前 所有不愉快的事情 咱们全都翻过去 行 大家说得都很好 希望大家记住 今天 在这个会议室说的话 想让你 你还有个说 首先 谢谢各位叔 能够接纳我回来 前一段时间 我在象牙山的工作呢 真的让我学习到了很多 我现在呢 也为我 离开象牙山村的任性 向大家道歉 我回去想了很多 关于自身的不足 我也觉得我是 非常热爱这份工作的 以后我会以更加好的状态 努力地改变咱们的村子 也希望各位叔呢 能够配合我支持我 咱们一起建造更加美好 富饶的下海山村 好 好 李总 感谢您这段时间的耐心 也感谢您的鼓励 我们一定会按照计划完成好工作了 你不要谢我 我只是一个商人 我所做出所有的决定 都是为了我们的项目 希望给它带来好处 我也希望你的决定 可以给公司带来好处 而不是损失 你如果真的要谢的 你谢这位千方百计 把你劝服 要你回来的人吧 李总 客气了 小双书记 主要是自己有责任心 才回来工作的 是不是 行了 回来就好 回来就对了 现在啥呢 这回吧 挺感谢你的 感谢我啥呀 感谢你把我找回来了呗 别的了 还是感谢你自己的责任心吧 要不然我代表村民感谢你自己的责任心 王云 你在等谁呀 我等我们家老刘 他说一会儿来接我 我俩出去吃点饭 你练咋样的 以前我觉得走近一个人很容易 但是现在我有一点 找不着方向了 别着急 我来了 王爷 才来呢 你买的 吓死我了 怎么了 我以为 肠棍突然在线呢 这么说我 有一点那个意思了 我有一点那个意思了 太说自己了 啥玩 说啥呢 人家老黄是为了我姐 才模仿常棍的 老爷们的 是的 啥也别说了 客气 佩服我 敬佩啊 敬佩至极啊 行了 那我去拿包子咱俩走 太有勇气了 纯爷们 你那啥 你那个如果你要想 就是了解得更深入一些 你可以到我家去登门拜访一下 你跟常棍也很熟 必须的 那好吧 走吧 走 走了谁看店呢 老黄吧 对对对 这是人家的棒 再见 明天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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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算有用了啊 走了 好好好 来 这个大小仙到底到啥程度了呀 她的症状呢就是 有时候发病 有时候正常 应该归类于间歇性 你这一致这病 诶 诶 那个 你听不听说过就是过去那科吧 学名口痣 就那种 就是突然就是赶上啥呢 就是阴天那下雨啊 然后就是咔嚓就一个大劈雷 就能治过来 听不听说过 哎呀 或许我 不漏寡文吧 这个还真没有听到过 那可能可能可能 没有啥科学依据啊 就传说 哎对 就就还有一种 就是党额你知道吗 那这 有时候就不对劲了 就不知道这胃是咋的事 可能是经完呢 是什么玩 这有时候一打打一天都 他打的呢 闹西马拉的 就在这时候呢 就啥你就趁得不注意 直到后边啪就猛击一掌 就好像还能打回来 那您说这个意思 是让我给谢大脚一掌呢 还是让谢大脚被雷劈一下 不是 用雷劈一下 你问题是你 你会呼风唤雨啥呢 我那个倒不会 因为我还担心 这雷唯一把它给劈没了 还不如不劈了 劈了 劈了 劈了也不行 也不行 劈了 劈了大手 咔嚓一掌下去 你能不能 用些常规的形体 来来来来 描述一下常规 就学他走路 走路 哎呦天哪 老有风度了 啊 那一站 那你想那是寸镇哪 嗯 那在我们村那属于首长级别的 走哪 他走路哎 背着手 背着手 必须的嘛 哦 必须的 手还 就 还习惯了 动着动着 一走一走 是啥嘛 村里的 哦 这常规原来是这么走路啊 必须的 好 好好 你回去好好练练 啊 回去 我 必须的 哈哈哈哈 对对对 必须的 怎么回来了 啊 这瞅你今天 这么高兴呢 哈哈 信心十足 是吧 嗯 最近 通过我走访几位名家吧 都是 产柜生前 密切交往的朋友 我觉得我在模仿 产柜方面 出图了 已经到了炉火春青的程度 也是啊 哎呀黄你看你这么用心 我都不知道说啥 好了 那 那你 这么有自信 你那啥整两句我听听呗 好 全当是向你汇报吧 事情就就就就是这么个事情 情况就是在那个情况 刘能啊 是他教的 是他教的 不过 这不像 常规吗 这一听就是刘能嘛 哦 还有 那什么 事情就就是这么个 行了老黄 这赵四儿吧 是他教的 这这也不像常规啊 这就是赵四儿啊 还有 这回是带形体的 背着手 后边手还带动呢 然后 必须 是不是我家老刘教你的 是 老黄啊 你这努力这份心 我是真感谢你啊 但是你这么学 这 学砸了 这整得四不像啊 我 我还准备找 广坤学一学 你得回没找他 你要找他之后呢 得成磨叽了 行了你现在在这沉淀沉淀 我找他们说的说的行 你 你干啥啊你 我 你不怪你啊 我不怪你啊 我呢 我不找他们 如此说来我这是学砸了 砸家 你咋来了 咋有事呗 找我 咱俩从从来没共过事呢 我找我有啥事啊 四哥我问你啊 大脚有病你知不知道啊 咋不知道呢 全村 我都知道吗 那黄师友咱们费多大劲呢 人家才来学长柜给大脚治病 你说你老跟他瞎参谋啥呀 不 王云你咋说话 你 我拿 我拿你当弟妹 咋 拿我 拿我当哥们 谁 谁瞎参谋了 我参谋啥了 我跟你说 我也不知道拿你当我哥 我找伸手了知道不 你 快把你弄的 你动我 你看看呢 啥我动你看看呢 你咋交的呀 你交啥了 他黄师友亲自来找的我 让我杠 杠的杠过去的啥样 我就指点他了 我就交的发声了 你咋交的呀 交我呀 你就交这个了 那他现在一说话 那嘴都来到耳鸭子上 那咋个事啊 谁给他来的呀 你自己啥毛病 你不知道吗 我啥时候交他来嘴的 我什么时候交他的呀 你啥时候没交你 你自己啥毛病 你不知道吗 那他就以为你交他呢呗 别 别讲 没用的 别 别老 拿我优点说事了 我告诉你 我就告诉你 赵老四 大小的病要好不了 你就负一半责任 你看那样子 你瞧那样子 怪不得 大脑都不乐要你 李总的要求啊 我也基本听明白了 但是你也知道 我们厂的事 不是我一个人能做主的 我还得跟那个公司 其他几个领导商量一下 怎么这样呗 就是等我们商量完事之后 我亲自等门商谈 行 你的办事能力 我心里有数 但是我也希望能进一块 因为李总挺着急 跟你谈这个合作的 别给人放凉了 你放心吧 我这边一定进来 你跟叶楠的关系 还没缓和呢 没事 叶楠是不是 还对我有什么误会呀 要不然 我去跟他解释一下吧 不用 这事我自己能解决 来 来 哥 你好 那个清廉在哪儿呢 这里干活呢 好 哎 那个我 我是他对象 麻烦你把他这衣服 交给他 你对象 你就自己送吧 那个 我那个 家里还有点急事 麻烦你了啊 好 谢谢 拜托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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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姓梁 张哥 那个 你对象上 让我给你带的衣服 哦 嗯 看人呢 哎 我那边走了 哦 谢谢张哥 没事 走吧 去吧 清廉 我发誓 一定努力赚钱 来 让你过着好日子 哎 爸 晏蓝 你那个 冰淇淋过得怎么样 哦 我俩挺好 哦 那我就放心了 哎 晏蓝 你现在 也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 你又为人气了 一定要懂得夫妻之间呢 相互包容 相互理解 啊 知道了 那个 清明在吗 我跟他聊两句 他没在家 这个点应该下班了吧 他单位有事 他平时忙 你是不是跟爸爸撒谎了 你们是吵架了吗 没有 没有 你不要骗爸爸 你从小你一撒谎 我都能听出来 快告诉 告诉爸爸 到底是因为什么呀 喂 你好 先生 你好 你需要贷款用吗 是啊 我要 贷这款呢 请问先生 你需要贷多少钱 二十万就够了 好的 先生 请问你名价有全款房子 或者是车辆吗 那我要是有车有房子 我还用贷款吗 这不废话吗 这样 先生 你是要做无底押贷款是吧 那请问您 那住哪儿啊 我 住在夏山庄啊 先生 您是没有固定居所是吧 那您的情况呢 我们很难 给你贷这么多钱 不是 不是 你这话说 你这那写的这无底押贷款 是不是 你 你这还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那还 那那那那那那咋的能行啊 那能不能想想别的办法呀 先生 您刚说 那您现在是 在校大学生吗 我们可以做校园贷 不是 那贷款还需要学历咋的 你有病呢 好好玩呢就是 不是 不是你啥啥没有 你贷什么款呢 咋的想跟我和外郎啊 您要不再打造成电话的话 我告诉你我报警呢 你还报警 我我还报警呢 你这啥玩意 无底押贷款 完了之后打过电话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还还还还问我是不是学生 你玩我呢你啊 喂 喂 生气 小园贷 我听明白了 晏蓝 我觉得这件事情呢 是你不对 清明在外面 也是为了家庭在奋斗 你想想 一个男人在外面 那么累 回到家里 还看老婆的脸色 你觉得对他公平吗 那对我也不公平啊 只要他心里有理就行 不要太计较 那些没有用的 婚姻就是个减分的过程 因为已经没有了 恋爱时的热度 你们俩 必须得相互学会去体谅 去包容 行 我尽量的啊 拜拜 3 2 3 3 4 6 6 7 8 2 3 7 7 7 8 8 2 3 7 7 8 8 9 9 10 10 11 11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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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13 12 12 13 15 15, 15, 16.18 老四来了 老四来了 那咱们大伙都回家吧 走吧 你们那啥呀 别善哪 老四啊你真行 你说有我啊 你还用看着气努干啥呀 不是我没啥不放心 因为我个人这块魅力呢 我对我自己特别放心 你想啥你会说 你会说 那个 我不瞒你我还不好意思 就是成绩的 就是三十年前吧 三十年前的今天 正是我跟我夫人就是 领证的那一天 这个时间呢正是我 炒几个小菜 正是喝交杯酒的时候 哈哈哈哈 老四你就说 你既然是结婚纪念日就得了呗 要美兰早点回去呗 我希望队长呢提前 给我夫人放个假 我们回去抓紧时间交杯 再见 哎老四 你直接给拉回家得了呗 就是 哎呀你这庆祖官呢你回去吧 你直接就赶紧回去吧 你回去吧 不要吧 老四你给拉回家得了 美兰子 你赶紧跟他回去呗 哎呀你可别听他的了 这么大事是来喝什么交杯酒啊 他这次来我跟你说就是来找面子来的 上次不整挺尴尬嘛 这次来就是让大伙知道 我随便跳了 你不就放心大胆跳就得了啊 那个李文柴咱们别多心啊 哎 嫂子 哎 你别一会儿她回去喝两杯酒 回来再找你啊 你放心 这只我摆平了 哎 美兰子 你确定你能摆平 确定 让他介绍了啊 你介绍啊 回家跟上那点我们告诉你啊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去吧玩吧 张经理 谁 我 大静人 干啥呢在这儿啊 我吓一跳 看啥呢 看这金属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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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看金属片练胆呢 太吓人了 你咋来的 我过来跟你 闹点事想请教请教 对对 暂停吧 啥叫请教我这啥叫关系 有啥事就说呗 你不是在挺多大企业都工作过吗 都比较有经验 把那些公司经营的也都挺好 我合计就这个事 问你就比较合适 那以前呢 大家都是捧我 有啥事你就说啊 就是跟企业在谈合作的时候 怎么能让对方相信你 大哥啊 既然你相信我呢 我就跟你实话实说 这个想合作呢 人品必须得好 首先呢 得让他知道你的人品 你要以诚相待 得让他感受到你的真诚 这样呢 才可以下一步进行合作 其次呢 就是你跟他合作的同时啊 必须得是双方互扬的 啥意思呢 就是必须是双方都得是受益的 比如人家合作 加方一方合作以后 你们干这个事 必须都得有利益 这样呢 你们才能谈的合作 你说这两点我都知道 就是张经理 我想问一下 就有没有那种 简单直接粗暴的 就是 就我往那屋一进 他们一看见我 就想给我投资 给我拿钱 哪有那的人啊 你 你 你也不说话 也不办事 一见面 就给你拿钱 那就两样人 一个呢 是有病 第二个呢 他就是个骗子 你说上岗人家给你拿钱 你敢慌吗 万一人是一套呢 也是 那你说这咋整呢 你要是让人 感觉你更像个企业家 首先呢 你得包装一下 最起码 言谈举止 你得有改变 比如说 你说话的语速 要放慢一些 我这还不够慢呢 对 你说话是挺慢的 关键我说话不快吗 我就是一时靠来 说话慢点说 你说话慢了以后呢 他就给人感觉什么呢 这个人呢 有内涵 他有诚服 另外从这个形象方面呢 也得包装一下 比如说 像你呢 戴个眼镜 这样呢 就感觉还斯文一些 最主要的啊 你想跟人家谈合作 你自己啊 最起码的有个企业 谈合作的时候呢 才容易谈成 你瞎回跳 干啥呢 企业这个说到点子上了 张静 你不愧是有经验的人 我说得太对了 那我走了 你忙吧 不 忙啥呀 我走了 你看 张静总 我啊 我和你看 京总不得营造点氛围吗 你看吧 张经理 好了 小风哥来了 杜出去 找我有什么事吗 有点小事 那你坐下说 好好好 坐坐坐坐 小风哥 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没打扰你工作吧 不打扰 就是闲聊就是 那个 就是 你们上大学的时候 手头都宽裕吗 宽裕吧 倒说不上 但基本生活没问题 不过如果你能拿到奖学金的话 说不定还能存一笔钱 就是有没有那种就是 家人条件特别不好 吃饭都吃不上的 然后去贷款的学生 有啊 我上学的时候就是助学贷款 那贷款好深情吗 好深情 只要你符合标准 学校很快就批准了 是吗 谢谢啊 小风哥 你是不是要重新考大学呀 我不告诉你 副总 来 尝尝我这绿场 啊 据说这棵树 好像都有三百多年了 嗯 是有点那个三百多年那个味 啊 贾总 你看刚才我把我这个项目的大底情况跟你描述了一下 你有没有兴趣 你说咱这个项目啊 你说大呢 对我来说倒不大啊 但说小呢 它毕竟也是个几百万的项目 是吧 不能就说定就定 那 那 要不这样啊 这两天啊 就这两天 我安排时间 然后我去你山庄 我亲自去一趟 那太好了 啊 但是我那个项目 现在有好几个大老板 都想参与 所以说贾总你要是有意的话 我建议你快点 要不容易让人抢走 后天 后天 后天我亲自去 行 好不好 那咱们就定后天 好 好 那我就期待您的光临 就这么定了吧 就这么定了 好 好 这打击也是带的 带劲呢 好 小叶在家里还有很多套的 我得向你学习 慢慢来 小双 这是我最近整理的 所有的图地 规划地图 来 请你看一下 好 前一阵 你跟我提出那个大鹏计划 我也想到多方面去发展 我想引进一些南方的水果 在大鹏上种植 一 可以吸引顾客 二 可以增加生物 李总 其实我之前呢 一直都有这样的想法 想引进一些南方的果树 来咱们的大鹏试验一下 嗯 好 这我也考虑到 为了加快这土地流转的速度 尽快落实 这个村门们的最终想法 是 之前啊 我们讨论过 这个土地流转的价格 嗯 为了加快速度 我打算做出一些调整 啊 如果他们愿意 切十年以上的 我给他们每年一亩 这个一千五百块 你觉得怎么样 太感谢了李总 我相信村民们 一定会建议 一定会建议 尽快完成土地流转的 一千五和真不一样 这是一个具体的方案 有意见的可以跟我提 李总 您这上面写的是 如果一次性出租十年 每亩地是一千四百块钱 那我刚才说的 一千五 我 数字都记不清楚了 那你觉得一千四 其实我已经了解过了 每亩地一千四百块钱 这个价格已经很高了 村民们那边 你就放心交给我吧 李总 搁哪了你这呀 你这翻啥呢这是 老师你找啥呢 那个你还记不记 记不记得 刘能二母帝的借条 放哪儿了 你找他干啥呀 我搜起来了 都搜到里面 你快点 你给我找上 这一天哪是 拿来 你怎么想起来找他了呢 太好了 哎呀 你看见没 这不当时吗 咱们给刘能 拿两千块钱 这地 归咱们用了 到现在呢 这 他也没说多长时间 现在是不是 这核档找着就花完了 不是你说这话啥意思 是 据小道消息 土地扭转 一亩地能给多少钱 现在 现在我已经彻底知道了 搞明白了 这我咋没听说呢 我倒跟你说是小道消息了 你要听说不是 大众消息嘛 不是一亩地给多少钱呢 一亩地 给一千五百块钱 而且一次性给十年 这二亩地 正好他正好能整三万块钱 二亩地能给三万块钱 嗯 那不 你看老四我跟你说吧 你竟想美事 真要人家给钱的话 刘能指导人不往回要吗 这地啊 他要 他敢要的话 我敢给他一嘴巴了 你信不信 这白字黑字都写的 老四你随便用 就是没写年头 行 老四还你有脑子啊 你呀 没事你就少跳点舞 你把我照顾明白的 就啥都来了 行了 别废话 跳舞哪一天当事物 等会把人收起来 别老瞎 打舞当一天 别乱了 大正好 聊天 别乱了 老四 爹 我刚才听我老公说 说他手里边有咱家两墓地 然后说能挣三万块钱 你知道这事吗 哎 你这个呢 来吧 进来 爹 我刚才听我老公说 说他手里边有咱家梁母帝 然后说能挣三万块钱 你知道这事吗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喂 老头子 你赶紧把那梁母帝整回来 那梁母帝告诉你啊 叫租住戏啊 多少钱呢 这一亩地多少钱呢 那个刘盈啊 你听没听你老公说 这一亩地多少钱呢 那我就没听清楚了 没听见那么多 哎呀不对劲啊 筹备委员会就我进去了 他们都不知道是消息 他 他怎么 老四从打进去呗 不知道 哎 老伴 你先别知道啊 你去简单地准备几个菜 先别做看我眼色形式啊 一会儿我把老四叫来 干啥呀 你别管了 自有妙计 快去吧 你这 咋的 这整这事 我干点活不像 这是要跟我玩套路了 哎 贾总 你要到山庄来啦 我今天下午啊就刚好有时间 为了不耽误咱们合作呀 我打算下午就过去了 哦 那行啊 那你来吧 我在山庄等你 我这还有点别的事 我这一会儿吧 有一些朋友要过来 都是一些企业大老板 你看你方便的话 那你就让他们跟你一块来呗 哎 那好嘞 那咱一会儿见啊 好嘞 一会儿山庄见啊 哎 哎 清明 我问你个事 什么事啊 就是你平时安倍客户上 安倍得多 假如是这个客户带朋友来 一般怎么招待 那最起码请吃个饭呢 那我跟大家谈事 还得请到朋友吃饭呢 那你出于热情好客的角度 也得请这顿饭呢 那万一椅子又没谈成 那万一要是谈成了呢 也是啊 你谈什么声音啊 商业机密 还商业机密 行吧 你干活吧 嗯 安倍 不行 我不同意 你看你俩平时 不想干过这事 我就想装个山庄老总 你俩就帮我一会儿 不是 大哥 你看 让咱俩给你撑个场面啥 都没啥问题 但你要装老总 这事不合适 那有啥不合适啊 他们也不能知道老总是谁 是不是 就你一个大秘书往我身边一站 这儿还有保安队长一站 你肯定就以为我是 我是山庄老总啊 多有面子呀 那要是被别人看着 咱俩也不好解释 看不着 你就别让王沐生跟张志伟看着 就没事 行吧 你说吧 给咱俩多少钱 这 这咋 那咋谈钱呢 趁火打劫啊 那你现在求人办事 你不得出点血呀 不是 凭你 你 学坏了呢你咋 我给你这些 不会啊 一个嘴巴子 不 你啥态度啊 求人办事 玩还打人家 挑衅你是不是 你信不信我炸你 我信不信我炸你 来呀 来呀 来来 来来来 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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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俩干啥呀 这绕口令呢 这以前都一起干活的 犯得上吗 欠揍现在 行了 副成 这事 我尽力帮你还不行吗 但是你要办不成 就别怪我 行 有你这句话就行 张秘露 你就放心吧 后续有什么 别的事肯定 不让你俩受牵连 啊 你咋的 我咋的 就你这样谁帮你 哎呀 行了 你瞅你那厨一生气 还炸炸的你 我欠你吃羊腰子行吗 那差不多 放心吧 那这么定 行吗 行吗 谢谢啊 走吧 转一转 我 就嫌你一天 就嫌你一天 哎呀 这横子 老四 咋的呢 我就欣赏 梁母帝给三万块钱呢 那刘能要知道这消息呀 不带轻易给咱们的 她 她 不给好事吗 咱 咱那有合同啊 你别 别跟她瞎操心 我就担心这事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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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呀 你给我 给我 喂 喂 老四 你在家呢吗 那什么 我在家呢 那啥 你 你有什么事吗 你来我家一趟 咱俩喝点酒 你请你们 把酒都给你烫好了 你请我喝酒 我别去了 你有事 你就直接说事呗 你就来喝点酒 你就来了 就完事了呗 那 那行 没好事 找你干啥 找 找我喝酒 那你就别整菜了 找你喝酒 我跟你说吧 肯定就这事 别整菜 没事啊 你就把盒子割好 我 我去咯 你跟家吃完饭得去呗 我上当时喝酒 我真厉害 你 verse 感谢观看